在美国CIA总部有一个看守极为森严的房间 它设有双重防盗门 开启第一道门需要指定人员的声音和略微密码 第二道则需要研究识别以及双重电子锁 这还不是最严密的 当室内处于无人状态时 房间就会启动另外三项防护措施 音量 温度 以及重力 一旦超出设定值就会触发警报 但尽管森严致辞 仍然有人想要渗透进来 房间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有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一探究竟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1996年上映的经典谍战片 谍中谍 主人公一森是中情局的一名特工 他所在的小队 经常被指派去做一些高难度的工作 但截止到目前 还没有什么任务能难得到他们 这天 特工队长吉姆接到了一项任务 美国驻布拉格领事馆出现了叛徒 他偷走了中情局潜伏在东欧的特工成员名单 一旦名单外泄 那他们的特工就会成为欧洲军火上 以及独销的追杀对象 名单分为两个部分 叛徒偷走的指示密码 他必须拿到另一半才能完全破解名单 明天晚上 领事馆将召开宴会 叛徒肯定会趁这个机会偷走名单的另一半 吉姆小队的任务就是拍下叛徒盗窃的过程 然后跟踪他 将叛徒和买家一举抓获 画面来到布拉格 吉姆将这次任务进行了戏化 小队一共有六名成员 莎拉伪装成接待员 当叛徒出现的时候 设法在他身上留下追踪记号 安娜的任务是牵势叛徒的动向 杰克是工程师 他负责操控领事馆的电梯 以便队员们能及时潜入和撤离 克莱尔是吉姆的妻子 他在门口等候 一旦叛徒从领事馆出来 就跟踪他去寻找买家 伊森随即应变 吉姆在据点坐镇指挥 凌晨四点钟 所有人回到这里集合 任务布置完毕后 众人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们在眼镜上安装了摄像头 这样既方便吉姆观测大局 也能在不知不觉中 录下叛徒的作案过程 杰克给了伊森一块口香糖 这其实是一枚炸弹 当口香糖上的两个颜色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就能制造出巨大威力 一切就绪后 众人来到了宴会现场 没过多久叛徒就出现了 因为没有揭穿他的罪行 所以他仍然可以在领事馆内自由出入 使馆中只有一个禁区 里边的电脑中 存放着特工名单的另一半 小队立刻按照计划行事 叛徒的头发上 被喷上了追踪记号 站在高处的安娜 可以清晰地掌握他的位置 趁着他还没有到哪进去 莎拉跟伊森在电脑对面 放了一副眼镜 上面安装了摄像头 一旦叛徒盗取名单 他的行为就会被拍下来 一切就绪后 两人准备离开房间 不过当他们让杰克 把电梯升上来的时候 杰克的电脑突然出现了异常 此时 叛徒也即将进入房间 如果双方碰面 那他们的计划就暴露了 好在关键时刻 吉姆侵入电梯网络 才勉强挽回了局面 叛徒完全没有意识到陷阱 将名单拷贝到磁盘中 就离开了 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伊森跟莎拉早早地 就等在门口 准备跟踪叛徒 去抓买家 但就在这个时候 杰克和吉姆的电脑 突然失去控制 随后 电梯开始上升 而杰克又坐在电梯顶部 无处可逃的他 最终被头顶的千次戳穿了脑袋 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特工来说 系统出错的改率是非常低的 除非有更专业的人在干扰他们 吉姆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就让小队原地待命 自己马上就到 但他刚来到大桥上 就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 连他们的秘密据点 都被打探清楚了 说明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继续下去 只会带来更大的伤亡 所以 吉姆便通知所有人 行动终止 就在此时 叛徒从使馆中走了出来 伊森很清楚 如果放任他离开 那么所有潜伏在东欧的特工 都会陷入危机 所以他便违背了吉姆的命令 决定继续行动 他让莎拉跟踪叛徒 自己去营救吉姆 不过他还是晚了一步 就在他距离大桥还有200米的时候 伊森的可视手表中传了一个画面 吉姆遭到枪击 跌入了河水当中 队友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伊森的精神也逐渐崩溃 他急忙通知众人放弃行动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线电已经被掐断了 没办法 伊森只能拼命往回赶 但还没走几步 安娜跟克莱尔乘坐的车子 就发生了爆炸 六名队员现在只剩下了两人 伊森沿着莎拉离开了方向 一路寻找 最终在一扇铁门旁 发现了他和叛徒的尸体 两人浑身是血 莎拉腰间还插着一把匕首 很明显是被人灭口的 还没等伊森反应过来 警察就驾驶着快艇 出现在了附近 伊森本想拿走叛徒身上的名单 结果却发现 已经被凶手杰族仙灯了 摆脱警察之后 伊森给CIA上级打取电话 自己的小队全军覆没 一个早有准备的组织 拿走了特工名单 任务失败了 上级担心伊森被跟踪 于是便约他到附近的餐厅见面 一个小时后 伊森来到了约定地点 他上来就这么上气 为什么宴会上会有另一对特工 伊森观察得很仔细 河岸边有两个乔装打扮的俄罗斯人 他们一直在盯着自己的行踪 使馆内 九到十一点方向 有一对情侣 楼顶有一个穿白衣服的服务员 他们眼神飘忽 始终在留意自己的小队 上级在宴会上安插了另一对人 很明显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上级见瞒不过去 便说出了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 有个叫麦克斯的军火商 买通了CIA内部的特工 计划偷取潜伏特工名单 CIA故意放出消息 有个叛徒准备在今天晚上 偷取名单的另一半 内奸得知消息后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从叛徒手上截获那份名单 但他不知道的是 叛徒其实是CIA的人 那份名单也是假的 真正的名单藏在CIA总部 他们之所以演这样一出戏 为的就是把内奸抓出来 上级在宴会中安插另一对人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现在伊森的小队全军覆没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代表了什么就不用自己多说了 紧接着 上级又拿出一份银行清单 伊森父母的账户让突然多出来12万美元 想必这就是麦克斯给他的报酬吧 听到这里的伊森情绪逐渐失控 他知道自己被摆了一刀 如果现在被抓的话 那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查明真相了 于是便将捷克给他的口香糖炸弹 扔向窗户 趁着爆炸产生的混乱 伊森头也不回的就逃走了 深夜 伊森回到了秘密据点 军火商名叫麦克斯 他把盗取特工名单的计划 称为314计划 伊森用这些关键词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 结果却一无所获 无意中 伊森看到了书架上的圣经 难道314计划的另一层意思是 约伯记第三章十四节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给麦克斯发出一封邮件 表示名单是假的 千万不要使用 最后 还在邮件上 附上了约伯记第三章十四小节的内容 以增加可信度 精神紧绷了一整夜 伊森再也支撑不住 于是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克莱尔突然出现在了房间中 伊森立刻逃出手枪 他亲眼看到 克莱尔的车子发生了爆炸 怎么可能还活着 况且 既然他没死 又为什么过这么久才回来 到底是谁派他来的 克莱尔解释 他接到撤退的消息之后 就从车子中离开了 所以才没有被炸死 而他现在才回来 是因为行动前约定过 凌晨四点钟在这里集合 伊森渐渐回想了起来 当初的行动确实是这样安排的 冷静下来之后 伊森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克莱尔 他要去CNA总部把特工名单偷出来 内奸的代号名叫约伯 虽然自己还找不到他 但如果约伯知道名单在自己手上 就一定会找上门 两人正聊着 麦克斯给他回复了邮件 因为伊森是以约伯的身份发送他 所以麦克斯便约他在 尼尔大街路口见面 当天下午 伊森来到了指定地点 前来接他的是几名陌生男子 显然麦克斯不想亲自露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伊森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 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中年女性 她就是军火商麦克斯 其实他早知道伊森不是约伯 因为真正的约伯从来不会掩用圣经 他把伊森约过来 就是为了弄清楚 他对名单了解多少 伊森表示 麦克斯拿到的那份名单是假的 而且里边肯定还被植入了跟踪器 一旦启动 ZIA就会在十分钟内冲进他的办公室 麦克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 但也不会一点后路都不留 他让手下背好车子 然后将磁盘插入了电脑当中 磁盘的破解速度非常慢 手下向窗外望去 发现有几辆可疑的车子停在了门口 就在众人离开之后 几名CIA便衣冲进了房间 这次麦克斯彻底相信了伊森 既然约伯带来的是假货 那么两人的交易也彻底告吹 伊森顺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可以帮忙拿到真的名单 但麦克斯要支付他1000万美元的报酬 并且自己要在交易现场见到约伯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所以麦克斯便欣然答应了 想要潜入CIA总部 仅凭伊森和克莱尔两人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便在本地找了一些帮手 电脑怪捷路德 唯一成功侵入北约网络的人 只要给他一台电脑 他可以搞定世界上任何操作系统 其家是本地的特种设备供应商 他能在24小时内提供包括武器电脑等一切所需 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一台计算机 它位于CIA总部的保险库中 这个房间光防道门就有两道 第一道门需要指定管理员的声音和六维密码 第二道门需要视网膜扫描 以及双重电子锁 在没有获得授权的前提下 想从正门进入是不可能的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如果在安保系统未关闭的情况下进入 就会激活房间的另外三道防护 第一道是声音感应 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触发机关 第二道是温度感应 传入者只要令温度升高一度 警报就会被触发 第三道是压力感应 这套系统更加恐怖 不要说人走在上面 就是一滴水落在地板上 都会触发警报 房间顶部有一条空调管道 上面布满了雷射激光 只要踩到一根房间就会自动封锁 虽然听起来无懈可击 但只要是系统就一定有漏洞 一切就绪之后 自然便开始了计划 首先由路德黑进CIA的火警系统 然后克莱尔伪装成消防员 混进大楼内部 在经过走廊的时候 克莱尔溜进房间 换上了一套秘书的衣服 他的任务就是拖延保险库管理员 让伊森有更多时间盗取名单 画面来到休息室 克莱尔趁管理员不备 偷偷在他的咖啡中加入了催涂剂 并在他的衣服上植入了追踪设备 无论他去哪里 路德都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行踪 另一遍 伊森和齐家控制了空调室 他们利用工具爬进空调管道 并用切割器阻断了雷射激光 接下来两人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挑战 伊森将绳索捆在身上 然后倒挂着进入了保险库 齐家则在管道中负责牵引 眼看伊森就要接触到计算机了 路德突然传来消息 管理员已经到达了保险库门口 现在撤退显然来不及了 伊森只能爬到高处 尽量屏住呼吸 好在催吐气生效的及时 管理员刚坐下就开始狂吐不止 然后就抱着垃圾桶冲出了房间 伊森一刻也不敢耽搁 拿出硬盘就开始拷贝名单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 空调管道中突然出现一只老鼠 齐家害怕他干扰到行动 于是便伸手把他掐死了 也正是因为他的松手 险些让伊森摔在地板上 好在最后一刻 齐家重新抓住了绳子 就在这个时候 要效过去的管理员回到了门口 如果再不逃走 他们的行动就一定会被发现 所以两人顾不上那么多 用力一拉绳子直接回到了屋顶 但齐家却不小心 将手里的匕首掉了下去 因为掉落的声音 跟管理员的开门声重合 所以并没有出发警报 但这也只是一时的 房间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 让管理员产生了怀疑 他打开计算机 发现了伊森的下载记录 不过想要阻止已经为时已晚 此人早就混进人群中逃走了 画面来到伦敦 拿到名单的伊森 开始用圣经中的暗语 给麦克斯发邮件 无意中 他发现圣经的首页 写着芝加哥卓克酒店的名字 吉姆当初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 住的就是卓克酒店 而伊森手里拿的这本 也是从吉姆的据点找到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吉姆为什么要把圣经 从卓克酒店带到据点呢 那一间是通过圣经中的暗语 跟麦克斯联系的 随身携带圣经 难道是出于这个意图吗 伊森用怀疑的目光望向克莱尔 他跟吉姆是夫妻关系 其家也是他推荐进来的 虽然自己还无法证明什么 但这其中肯定有阴谋 伊森将特工名单交给路德 他知道名单外泄意味着什么 所以把名单放在他手上 是绝对安全的 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中插播了一条新闻 伊森的父母因涉嫌反毒被抓捕 伊森知道 这肯定是CIA上级社的圈套 为的就是逼自己现身 伊森给上级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绝不会向他妥协 毕竟自己身上已经背负了 五条人命以及背叛组织的罪名 挂断电话之后 隔壁电话亭中 有名男子缓缓转过头来 而这个人正是在大桥上 中枪落水的吉姆 原来当天那一枪并没有其中要害 幸存下来的吉姆回到据点 但伊森跟克莱尔已经离开了 因为有伤在身 吉姆追踪了很久 才找到伊森的落脚点 紧接着 吉姆又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桥上 向自己开枪的是CIA上级 他就是勾结麦克斯的那一件 其实从看到吉姆的那一刻起 伊森就已经猜到了大概 吉姆才是一切的始作用者 他先是操纵着点梯杀死了杰克 然后在桥上伪装成 重枪落水的假象 而抢走名单的是吉姆的同档 也就是克莱尔找来的奇家 他习惯用一把黑色的匕首 在CIA总部时 他使用过这把匕首 掉落到保险库的也是黑色匕首 而在沙拉尸体上发现的 同样是黑色匕首 但是安娜是怎么被杀的呢 伊森本来认为是克莱尔引爆了汽车 但他实在不愿意相信克莱尔是凶手 也有可能是吉姆油杀案之后 引爆了汽车 现在他要把矛头指向上级 为的就是让伊森和上级 欲棒相争 得知一切的伊森并没有生长 反而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 明天他们会乘坐火车前往巴黎 到时候他会约麦克斯在列车上敲映 第二天一早 CIA上级收到了伊森 寄给他的火车票和一块可视手表 虽然不知道伊森为什么这么做 但可以肯定的是 火车上一定有事发生 于是他便第一时间赶到了火车站 画面来到列车上 伊森给麦克斯打句电话 表示特工名单就在他的椅子下面 麦克斯让助手把磁盘插进电脑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特工名单就全部破解出来了 麦克斯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于是便告诉他 酬金在货车厢 但电话刚挂断 助手的网络就出现了问题 他并不能将特工名单发送出去 原来是身后的路德 在桌子上放置了信号干扰器 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 CIA上级带人搜查到了这个车厢 继续待在这里肯定会被识破 于是他便留下干扰器起身离开了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乘务员在看到这一幕后 直接追上来把干扰器递给了他 路德不好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拿走了干扰器 另一遍 伊森让克莱尔去货车厢拿钱 自己就跟在他的身后以确保安全 没想到 克莱尔到达货车厢后 竟然反锁了房门 原来吉姆已经在此等候了 克莱尔表示 CIA上级也在火车上 他们可以把钱拿走 然后让伊森来顶罪 毕竟吉姆和克莱尔 已经在几天前的任务中被杀了 即便伊森辩解 也没有人会相信他 原来克莱尔一直都是吉姆的同堂 从领事馆到CIA总部 再到今天的列车 他们始终都在利用伊森 得知真相的吉姆缓缓摘下头套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吉姆 而是伊森伪装的 切儿听到克莱尔说出这种话 伊森心里的谜团也彻底解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吉姆突然持枪出现在了身后 他对伊森猜到自己的身份 并不感到吃惊 但问题是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伊森表示 当看到卓克酒店的圣经时 就已经知道了 此时的克莱尔一头雾水 既然知道吉姆是内奸 为什么还要冒险去跟麦克斯交易 还没等伊森回答 吉姆抢先一步告诉他 因为他不确定克莱尔是否也有份 今天列车上的交易 为的就是试探克莱尔 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 伊森已经对克莱尔动心了 吉姆拿到钱后 准备跟克莱尔一起离开 不过伊森却从怀里拿出一副眼镜 吉姆对这个设备再熟悉不过了 眼镜上安装着摄像头 而摄像头连接的 正是CIA上级的可视手表 现在吉姆活着的事情 已经不是秘密了 他嫁祸伊森的阴亡 也因此泡汤 气急败坏的吉姆准备杀死伊森 没想到克莱尔却开口替他求情 吉姆早就猜到克莱尔不靠谱 于是便掉转枪口打死了他 趁着这个空大 伊森冲上去打掉了他的手枪 不过自己也被吉姆打翻在地 缓过神来之后 伊森爬上车顶开始追踪吉姆 车顶的锋力极大 站起来都困难 更不要提追踪了 此时 齐家驾驶着直升机赶了过来 他放下绳索 准备把吉姆拉上去 伊森不能让他们逃走 于是便松开双手 利用锋力扑在了吉姆身上 他将直升机的挂钩挂在火车上 这样两人就无法逃脱了 前方几百米就是隧道 齐家无法摆脱 只能压低操作杆 跟进隧道当中 经过一番争斗 吉姆渐渐占据优势 他解开挂钩 然后纵身一跃 跳到了直升机起落架上 如果此时撤退 两人就能拿着一千万美金 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齐家却不打算放过伊森 他压低操纵杆 想利用直升机的扇业杀死伊森 但他忘记这是在隧道里 直升机尾部碰到隧道之后 险些发生事故 趁着这个机会 伊森跳到了直升机的 另一个起落架上 他从口袋掏出口香糖炸弹 将两个颜色混合后 粘在了挡风玻璃上 伴随着一声爆炸 伊森被强大的气浪冲到火车上 不过其他两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被爆炸产生的火焰淹没 影片的最后 CIA从麦克斯手中 拿回了特工成员名单 因为列车驶入隧道 所以即便没有干扰器 这份名单也没有成功发送出去 写清嫌疑的伊森重获自由 他的父母也被无罪释放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伊森不打算再做特工 而是想回到家乡 过咸云野鹤的生活 飞机上 空姐递给他一张碟片 就像影片开头递给积木一样 看来又有新的任务找上他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1996年轰动一时的作品 《碟中碟》成为了007之后 口碑最好的碟战电影 尤其是伊森等人潜入到CIA总部偷文件的过程 以及结局的大决战 即使放到现在来看 仍然称得上经典 跟传统动作片不同 《碟中碟》除了清新洞魄的爆米花情节之外 还多了一层推理和逻辑 影片以标准悬疑片的套路开场 小队成员接连遇害 特工名单遭到外线 到底是谁在陷害伊森 另一股势力的意图又是什么 在跟CIA上级谈话的过程中 伊森展现出了强大的特工天赋 他挖掘出了幕后主使麦克斯 以及CIA的内奸 得知了领事馆的行动是为了引出间隙 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些信息 才让他有了接下来的计划 他通过圣经 发现了内奸跟麦克斯的联络方式 通过上级的话推断出了 蝶片中被植入了追踪器 从而获得了麦克斯的信任 他通过圣经首页 卓克酒店的印章 猜测到了吉姆的真实身份 虽然他的成功有一定运气成分 但特工不是超人 真正的特工 就是通过身边一点一滴的线索 慢慢挖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在伊森做到了 这也是观众们比较认可的结局 除此之外 影片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 首先 吉姆为什么要做内奸 其实他在伦敦跟伊森谈话时 就潜移默化地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他告诉伊森 CIA上级才是内奸 而伊森则反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吉姆表示 冷战结束后 特工手里的秘密已经没有了价值 他们成为了政治阶层中 无人理会的存在 他婚姻不美满 年薪六万二 种种不满累积到一起 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反叛情绪 其实这都是吉姆的心声 也是他做内奸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细节 影片结局 空姐递给伊森谍片的时候 他为什么一脸惊讶 当时空姐说的是 请问要不要看一些加勒比海和阿鲁巴道的电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阿鲁巴道 主要以练游工业为主 旅游和娱乐也几乎没有发展 而加勒比海 则位于西半球热带大西洋海域 一九九几年的这两个地方 可能有电影上映吗 如果没有 那么空姐一定是画里有画 伊森刚离开CIA 就接收到这种异常信号 很明显是在向他下达新任务 原著小说中 也对这一情节有过提醒 伊森的父亲说过 像伊森这么才华横溢的人 不应该在拖拉机上虚度光阴 要知道 伊森可是精通十五国语言的精英特国 所以此时的伊森 也在衡量自己辞职的决定 是不是正确的 恰巧这时候 上级给他下达了新任务 所以上级也是很会揣摩伊森心思的 当然 这位第二步埋下了伏笔 谍中谍是一部惊险刺激的动作冒险片 同时也是一部抽丝剥茧 慢慢探寻真相的推理悬疑片 即便26年后再看 仍然称得上经典 下一期将为大家带来 谍中谍二的讲解 喜欢这里电影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查案点赞 帮指哥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